大家好,欢迎收看娱乐明星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人物杂志的最新专访引起了轩然大波 聚焦了中国影视圈的当红巨型杨幂 这次千言万字的专访不仅深入了解了杨幂本人的心路历程 还采访了新剧导演和圈内好友 为观众呈现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 总结起来却只有一句话 令人意向深刻 杨幂开始认真演戏了 这一宣誓似乎是对演艺生涯的一次新的启程 不出意外的是 这番言论在热搜和论坛评论区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网友们的评论犀利而直言 有的直指杨幂科办出身 已经从事演艺工作长达二十年 甚至从一三十四年 剑组却还需要请表演老师 让人不禁感叹这是何等的讽刺 评论区的风波似乎揭示了观众 对杨幂演艺态度的复杂认知 有人认为 作为一个资深演员 他应该早已具备扎实的表演功底 不应该在进组时还需要额外的辅导 这种现象引发了一些观众对杨幂演技的质疑 认为他在过去的演艺生涯中 未能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潜力 更有网友直言 杨幂之所以备受争议 根本原因在于他过去多次强调要改变 要认真演戏 观众却在他的演出中依旧感受到一种如初的状态 这种现象让人感到困惑 似乎有一种言行不一的矛盾质感 杨幂多年来一直以多才多艺而备受瞩目 不仅在演艺圈展露头角 还涉足了歌唱 综艺等多个领域 对于演技的争议似乎成为他职业生涯中难以规避的一道看 这次专访引起的讨论 再次将焦点聚焦在他的表演水平上 使他的演艺道路更加曲折 或许 人物杂志的专访旨在呼吁观众对杨幂的演技给予更多理解和支持 网友的反响却显示 要在观众心中重新塑造一个演技形象 并非一世 对于杨幂而言 如何在未来的作品中展现出真正的演技实力 或许将成为他演艺生涯中的一项巨大挑战 杨幂的态度转变和他在新剧《哈尔滨1944》中的二番角色 彰显了他对演艺事业的重新燃起的热情 通过导演聊天时深入挖掘角色的历史背景 他不仅在现场接受指导 还在回家后积极阅读相关书籍 以更全面地了解1944年发生的事情 这种专业态度不仅为他的表演提供了深厚的底蕴 也展现了他对角色的敬业程度 杨幂之前承认了过去几年的懈怠 勇敢地面对了一直以来被遮掩的问题 他用直白的言辞揭开了那个一直在说要做个好演员 但却一直停止在舒适圈的遮羞部 这种自我反省的态度让他更加坦诚地面对自己的不足 为自己设定了新的目标 在他的字述中 杨幂提到了对好剧本 好角色 好搭档 好团队的追求 他认为 一个能打动演员的作品 首要条件是优秀的剧本和角色 这反映了他对表演品质的高标准 并表达了他对角色塑造的重视 他深知每个角色都有独特的存在意义 而演员的首要任务就是完美呈现角色的内在与外在 在新剧中 杨幂的二番角色将在五月初正式亮相 他通过为自己的角色发声 强调了演员在团队中的协作与存在价值 他强调了时代的影响 认为优秀的角色就像金子一样 终将发光发亮 他所提到的那一排名字的顺序 更是强调了每个角色在整个故事中都有其独特的位置 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关注与尊重 杨幂的言论展现了他在演艺道路上的新态度和对专业的执着追求 他不再安于现状 而是努力寻找机会挑战自己 为观众呈现更加精彩的表演 这次的角色转变也让人期待他在新剧中所展现出的更为成熟和深刻的演技 孙丽 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女演员 她在演艺事业中的用心程度常常引起人们的关注 提起孙丽这个名字 人们脑海里先浮现出的就是一个温婉动人 知性聪慧的形象 这位90年代崛起的女演员 用她独特的人生态度和故事感染并鼓舞了一代人 在这个浮躁喧嚣的娱乐圈 孙丽向一盏明灯 用她智慧和从龙打开的人生里程 以及淡薄名利的态度 成为许多人学习的榜压 少女时期的孙丽对演艺充满热情 19岁的孙丽刚刚退伍回到社会 对未来的人生充满想象和热情 作为一鸣文艺兵 她在部队里系统地学习了舞蹈知识 退伍后 孙丽积极参加一些选秀活动 希望能抓住机遇进入娱乐圈 2001年 孙丽鼓起勇气报名 参加了新加坡的选秀节目 台上10秒钟台下10年功 孙丽知道这个舞台 对自己未来的重要性 她尽情发挥舞蹈实力 最终获得亚军 打开了通往娱乐圈的大门 从此开始 孙丽在戏剧 爱情 在雨中不断蜕变成长 但她始终保持着独立自主的个性 2010年 孙丽凭借甄嬛转成功转型 事业达到高峰 2010年 在剧中精彩演绎了甄嬛这个经典角色 开拍前 孙丽的定装照就遭到了部分网友的质疑 但她没有在意 而是全身心投入到这个多面且复杂的历史人物中 仅几集过后 观众就被孙丽的演技折服 分分为早前的质疑道歉 凭借这个角色 孙丽的演艺事业达到了新的高峰 如今的孙丽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她用充实开朗的心态度过时光 不再像少女时那般娇艳动人 但她的内心世界却日益丰富 孙丽用她独特的生活方式 诠释着人生的意义 然而 不曾改变的 是她对演艺的热忱 尽管经历了事业的高峰和低谷 孙丽对演艺的热忱和追求去从未改变 早在19岁的时候 孙丽就从部队文工团走向了舞台 在新加坡选秀中夺得亚军 为她打开了通向娱乐圈的大门 也成就了她的梦想 有一幕让网友颇感惊艳的画面 成为了话题的焦点 孙丽面前的台词本被她用各种颜色的笔作来标记 看起来非常认真 对于这一现象 网友们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的人认为这是两位好演员的表现 认为演技高超的演员往往都是方法派 懂得总结并运用各种技巧来表达角色 更有观众表示 对待工作的态度十分重要 而孙丽用新标记台词本的做事风格让人印象深刻 也有一些网友对此提出了疑虑 表示连孙丽都需要请老师 让人感到内娱女演员似乎过于辛苦 这一言论引发了关于演员学习与进步的讨论 一些人认为即便是优秀的演员 也需要时不时地请教老师 以不断提高演技 对于这一话题 我认为这种现象实际上是娱乐圈中一种很好的现象 演技好的演员 最终应该都会是方法派 他们总结了一定的技巧 能够使用这些来表现角色 但是也容易陷入固定模式 需要有旁观者来打破这种束缚 因此即便是孙丽这样的优秀演员 也愿意通过请教老师来寻找新的突破点 这种态度值得称赞 而对于演技有待提高的演员来说 更需要通过学习来加强自己的技能 毕竟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 实力才能让演员稳稳站稳脚跟 每一次的学习和努力都是为了更好的呈现角色 给观众带来更深刻的表演体验 演艺事业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 而孙丽用新标记台词本的做法 正式表现了她对自己演技的不懈追求 这样的态度不仅对于个体演员的职业发展有益 也为整个行业注入了更多积极向上的元素 愿更多演员能够像孙丽一样 用心对待每一个角色 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水平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仅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